魏國燕接掌環保署 環團優橡皮圖章 備受爭議的環保署長沈士宏 在這波內閣改組遭撤換 令不少人錯愕 連沈士宏本人也是周一 才臨時被江奎告知 也沒說明理由 沈士宏昨天自嘲可能是自己 招數用老江郎才靜 新任環保署長將由 台大地質科學系教授魏國燕 在下月3號接任 但環保團體質疑他過去 擔任環保署長 已是官派舉手部隊 未來孔倫政院決策的橡皮圖章 我覺得原來的業務都做得還不錯 也都很上軌道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 本來是什麼就繼續往前做 我認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環支部的籌設 在這個會期裡面 希望有一個比較具體的結果 擔任環保署長 五年九個月的沈士宏 是史上任期最久的環保署長 他曾砸錢看廣告與雲林縣政府對槓 為幽活度假村 與內政部長李鴻源對立 還為了日月光排廢水事件 向高雄市長陳菊嗆聲 敢言敢行的鬥雞性格 也讓政院相當頭疼 對於外界指日月光事件是他下台導火線 他昨天回應譴責都是根據事實 任內鞠躬尽瘁沒有遺憾 陳世宏說新人有新點子 內閣團隊有新氣象 對國家社會總是好的 將接任署長的台大地質系教授 魏國燕在美國耶魯大學就任是行政院長 江宜化 後來江宜化擔任演考會主委 他則出任副首 環保聯盟前會長徐光榮說 魏國燕是永和派 憂心他恐強力主導 與核電廠相關的環評議題過關 魏國燕回應說 核能問題不是道德問題 核電廠是否安全要經科學論證 他將在上任後安排時間拜訪環團 另外 國安會副秘書長鄧正中將接替學期 出任財經政務委員 據了解 輔方是想借重鄧正中參與國際貿易談判的長才 不過某國民黨立委說薛奇去職 只是讓鄧正中上場的犧牲者罷了 畢竟國王人馬比較重要 東新聞綜合報導